一個經典的反智轉身 揭開香港動漫電玩節的序幕 見到他這麼熟練 怎麼都猜不到他竟然是台灣旅客 坐一下囉 坐一下囉 對啊 因為看往年都有 那就跟著坐 不然跟著坐 不要打壞船頭 好 好 好 謝謝你 謝謝你 我收到訊息我也是嚇了一跳 因為第一 沒有一次運氣這麼好 想買到限定商品 以往都會有人選擇通宵排隊等入場 今屆動漫節就改為抽籤模式 預先編配頭300名入場次序 有人就比較幸運搶到頭丑票 我一天是抽到那張頭丑卡 他安排的號碼是你排多少號就是多少號 所以就不用通宵排隊 不用 因為平時以前以往都是經前面的特派 通宵排到10時半上下 差了就可能10時半進入到 已經很多東西都被人排好了 不能買 主要目標都是幫朋友買 Hot Toys的Deadpool 其他就再看看 他們就抽不中頭丑 好 唯有提早排隊 我們在5點半 那麼早 有甚麼目標 特意這麼早你排隊 我們是為了買龍魚卡 你等那麼久你覺得值不值得 值得 上5、6點 幾乎4個小時 那麼早你是有甚麼目標 好啊 還是看看有甚麼玩具買 沒有魚 不是 我們過了 過了 過了 COSPLAY都是動漫節一大特色 不過有COSPLAYER就認為 給錢進入專區的安排不妥當 加上每天攝影師的名額只有300個 會令到部分COSA沒有人拍攝 至於參展商就認為人流很理想 就算沒有現場售票影響也不大 預料銷售額會有三成增長